翻开台湾的黑心油历史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在民国69年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有许许多多的养猪户 而养猪户喂养这些猪肢用什么呢 当然是用搜水啦 所以会有许多的搜水 搜集下来之后 这些搜水会再经过主费 可是有些不肖的商人 他们在这个时候 就去跟这些养猪户 开始收取那搜水上面的 搜水油了 把这些油拿回去之后 经过提炼之后 搜水油事件 在民国69年 闹得沸沸扬扬啊 所以食用油有问题 并不是今天只有高正立 这个所谓的这个 缺德鬼而已 其实早在民国69年 就有一个也是很缺德的 他名字还取名叫林德卿 还有德 有德的相公 哪有那么好啊 这林德卿够狠 因为他自己懂这个 他发现你看 这不就搜水吗 是啊 搜水上面浮的这一层是什么 有够恶心的 你看你那边那个红红的 这个什么都有啊 那就是油嘛 林德卿一看 不是我告诉你 这表面上面根本是一层油在上面 都是一层油 而且这一层油里面含的各式各样的东西 你看到的是恶心的油 但林德卿这个坏蛋 他看到的是什么 商机油水 看急嘛 他想如果我能够把它分离出来 隔离出来 然后当成食用油来卖 那他以比较低的价格卖给经销商 一定就卖得好 拜托真恶心啊 那市场不就被他吃下来了吗 天啊 缺德啊 他想到这个坏招之后呢 他就想那收水要从哪来 就我们讲的喷啦 那当然是要从很多的餐厅业者 尤其是大餐厅对不对 但你如果直接跟餐厅买 买喷 那一定有问题啊 你看你突然拿着大米的线钞去跟他说 我要跟你买这个人 人家一定觉得 你该不会是想做什么坏事吧 所以呢 他就 绕了一个圈子 怎么绕法 他知道这些喷最后都会卖给谁 当然是卖给养猪户啊 养猪户买很正常嘛 养猪户也不需要上面那群大线油啊 他就杀到了养猪户 然后跟养猪业者讲说 这些喷卖到你们这的时候 可不可以 你看过滤潮正在过滤啊 你有沒有看到 对 他就说可不可以先卖给我 让我去做一些提炼油的事情 我再把喷还给你们 我还给你钱 养猪户带很开心啊 就把这些喷一桶一桶的来 价格怎么卖 50佳伦 林德星用2500到2800跟养猪户买 买了之后呢 就到画面中刚刚所说的 他就开始提炼 他怎么提炼 加热 观众朋友 你不要以为他在加热的时候 还跟你讲仁义道德 他以为加热是让你们杀菌啊 不是啊 他加热就是要让那个油 从这些菜 比方说这里头可能有鸡鸭鱼肉 简单几个字 油水分离 对 让那些油跑出来 然后跑到最上层 他再撈啊撈啊 噁心吧 把这些油撈完毕之后 再把这些收水还给养猪业者 你乐我也乐 大家皆大欢喜 养猪物可以拿这些烹去喂猪吃 我林德星 是把上面的那层油全部取下来 去做收水油 好然后呢他还找了11个 跟他一样缺德的经销商 他就把这些捞出来的油呢 再混沖了一些食用油 好让他看起来 能够脱色脱酸脱臭 变成再生油 那他怎么卖给经销商呢 他每台金卖18到19块 在那个年头 那时每台金的油的行情 一般来说是50块上下 他以三折的价格卖给经销商 好便宜 那经销商利润是不是就很大了 是啊 然后经销商为了让他的卖相更佳 再拿一些食用油 来把画面中 你看到那个又浑又灼 浓浓浓浓浓浓浓的 再把它给稀释一下 变得品相更漂亮 清澈 然后就卖到四面上去了 那你猜林德卿赚什么 赚什么 他是不是每台金17到18到19 卖给经销商 但我告诉你 他成本每台金才5块 这么便宜啊 他等于是一卖每台金 就是赚个3到4倍的利润 这个利润高 那些经销商呢 他买来之后 再稍微加工一下 卖出去卖每台金 卖个平方说七八十块等等 他又也大赚一笔 这叫做什么 交香贼狼狈为奸 但是 我还是那句话 夜路走多 你看走啊走啊走啊 走着走着碰到鬼了 怎么说呢 因为他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那很臭 你看那个喷多噁心啊 喷上面的油把它取裂出来 真是有够噁心的 你看到这画面都已经觉得 根本这已经晚上都吃不下东西了 对 那很臭 你说你凑个一天两天就算了 没有啊 他们这个黑心生意 从民国六十五年一直做做做做做做 做到了民国七十几年 你凑了好几年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被人家检举 结果调查人一发现 原来这个凑 是因为你在提炼搜油 就把二十二个坏蛋 把他统统抓起来 但是他们当时被判是一到七年 这么轻啊 好心酸喔 因为你现在如果听到他的 他缺到多少钱 他在那个年头 那个时候的币值 那个时候的物价 他缺到了数亿元 等一下光那个年代就可以缺到数亿元 那你缺到这样的钱 结果最重也不过才判七年 以以前这个例子为例 你就知道国内的食安 对于这些坏蛋 常常都是重放 这回高正丽要是检察官 如果不对他重重抓起的话 你说是不是也许我们的下一代 继续要被这些奸商强害呢 搜水油事件 民国六十九年 但是事情在东窗事发之后 这些人被判了刑 判的是轻判 可是有改变吗 没有改变 到了民国七十五年米康油事件 大家还记得吗 多绿莲本 这危害后代可是更严重 是的 立冈 在民国六十八年的时候 在中部有一个学校 他们的学生跟老师 居然很奇怪的 开始皮肤上面 长了这样子坑坑巴巴的疮 怎么会这样子 皮肤之间都凹掉了 你看都是坑洞 皮肤就像癞蛤蟆一样 长一颗颗疙 而且那个疙瘩上面 还会有油性的分泌物 而且分泌物 还会有那种非常臭的味道 就跑去 很多人跑去看医生 当时的医生 一开始以为是 什么样的皮肤病 并没有很大的怀疑 因为学校里的学生 跟老师发生这样的状况 大家都一定认为 说是皮肤病 没有错 可是慢慢的人数 越来越多之后 当地的医生 开始觉得不对了 就把这个东西 赶快的 简体的拿去化验 而还送到日本去化验 就日本化验出来 原来这些人居然是多绿莲粉中毒 等一下 他们是多绿莲粉中毒 对 因为中了多绿莲粉毒的人 他皮肤会变黑 而且会长得爛疮 爛疮 爛疮还会有这些分泌 而且多绿莲粉毒非常可怕 可是到底 这个多绿莲粉毒 从哪里来 就开始追查 原来发现了 是这个学校 他用的这个 饮料午餐的这个油出了问题 因为他这个油用的是 当时那个学校 采购了一家油工厂的米糠油 他这个米糠油 是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米糠油 它是很好很好 很健康的油 在提炼过程当中 非常复杂 而且成本很高 所以普及率不高 可是这个米糠油 在提炼过程当中 它是必须要用高热 加热去提炼 而当年那样子的时代的 热煤的普遍使用多绿莲粉 PCB 可是不小心 这个管线有破裂 所以造成了多绿莲粉 它的这个污染这个油品 也就是说多绿莲粉 跑到了这油品里面去了 没有错 所以这些学校 老师跟学生 吃了这些 整个有多绿莲粉的 污染的油品之后 开始造成这样非常可怕的 这样的一个中毒事件 而且这样子的毒 它是脂溶性的毒 造成了非常非常可怕的影响 为什么 当时直接死亡就53个 这么多 而且官方数字说 有超过2000多人受害 其实不止 应该超过1万人 你看加热的时候 这个米糠油 结果多绿莲粉的管线破裂了 结果多绿莲粉 就跑进去了 露出来了 PCV跑出来 就露到了油里面 而造成了米糠油污染了 没有错 而且这个油的毒性 不是只有第一代 它还可以到第二代 第三代 因为它可以透过母奶 黑胎 直接胎盘 直接又把这个 传人给下一代 所以真的是 遗害子孙 非常可怕 因为它可以到第三代 都还有影响 所以这个影响到现在 都34年前 事情到现在 其实都还有影响 可是这么严重的影响 它想到 这样子的事件 应该要怎么办 应该要法办 应该要赔偿 对不对 没有错 然后我们当时 台中那边的卫生局 也马上就把 这个油品的负责人抓了 陈村董事长 马上抓了 判刑 判了多久 判了十年坐牢 可是工厂老板坐牢了 经销商 卖油的 卖油的经过很多年的打官司 打了十几年 结果居然说 一开始说什么 无罪 无罪 为什么 因为法官说 这些卖油的经销商 他们没有恶意 而且也没有故意 他们也是招害人 所以就没有罪 可是大家当然不服 为什么打高院还不服 后来整个方案 为什么说 对 驳回 败诉 所以后来整个方案 包括为什么 因为原来后来 有新的一些 整个调查出来发现 民国六十八年的四月 发现这个米开尔事件 可是我们的整个政府 当时五月十一号 才派人去工厂抽检 可是居然只知道 要抓这个事情的 源头工厂 可是没有要求 所有回收下架 就造成什么事情 造成这些油品出货的油 在油行 也就是说他们去查了 查到了 结果油品还在外面卖 还在贩卖 所以很多人 还是把这个油给吃到肚子里了 更恶劣的是 这些经销商的老板 早就知道 他上游厂商已经出了问题 可他还是黑心的 去把这些油 去把它卖掉牟利 也就是因为这一条 所以就让这些经销商 油行的人败诉 造成他们是要赔偿 后来没有错 所有的人 因为这样子 打了12年的官司 都拿到了 差不多20万到150万元 不等的整个赔偿的评证 正确评证 可是讽刺的是 这些制造商 这些经销商 在这12年当中 全部就脱产完毕了 人家说 10来年的正义是正义 可是这样 乌龙的正义 谁相信 你看油事件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祸害子孙 但是台湾 为什么现在 食品安全卫生的管制上面 一直在出状况呢? 这重点就在哪里呢? 商人 有些人当然是奸商 他绝对会跟高震利一样 他绝对会干这种事情 你要他不做 不可能 因为这个获利太高了 但是呢 我们的政府单位 怎么把关呢? 食品安全卫生的 稽查人员 全台湾不到800个人 你再想想看 这么少的人力 要管这么多的食品安全卫生 管得了吗? 另外 包含了食品安全卫生的 检查的费用 不足100块钱 这样子 我们怎么可能吃得安心啊? 坦白说 看到这些数字我就生气 我担任记者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跑过了 毒玉米酒 我们跑过了毒力联本 我们跑过了毒株油 甚至于我们跑过了很多食品安全的事情 我们那个时候还下一个标题 骂行政院长余国华叫少把内阁 我们要求他加强食品安全 可是余内阁到现在 各位看看30年了 30年来台湾有没有进步? 没有 大家说好了 不必我来说 30年来我们的食品安全一再出问题 第一是预算编列太少 人员编制不足 当然这是原因 但是政府单位有没有心 来管这件事情 那才重要 预算编列不足 那就是一个大问题啦 对 我们的 好 94块 美国403块 592块 你去看看香港多少 将近1000块 新加坡将近1200块 人家的食品安全卫生的管制预算表 上面来说有这么多的金额 我们台湾才94块钱 对 就这样子而已喔 你要知道香港跟新加坡的吃食 是跟台湾一样的 那不像加拿大 也不像美国 因为他们对于食材这些的管控 他们对于管控是有一套制度 像FDA他就严格规定四个 你厂商治理 我只要我抽 抽些你百分之二的东西 我抽到的话 我赔死你 如果你汉堡里面 你用错一块猪肉的话 那对不起 你打官司的话 那一家公司非倒闭不可 因为他们用的是严刑峻罚的方案 关系 对 他要求你治理 还有第二个 好 他还要求厂商 你必须要自己化验 你要成立一个化验室 好比说那你卖那个牛排的 那你自己给我成立一个工厂 化验室来化验 然后你主动承报上来 不是我帮你化验 现在台湾所有的食品安全 哪一个不是政府帮你化验的 对 对不对 那厂商你们赚了钱 要不要成立实验室 当然要嘛 你要为你产品负责嘛 但是今天有没有为你自己产品负责 没有 像统计也好 像疫美也好 他们自己本身都有实验室 但是起云记事件 各位看看 像毒炮服务事件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求厂商非要这样做 这是美国的第二步 那第三步 只要发生问题 你一旦进入诉讼程序的话 除了你的商标 除了你的 还有你的生产那个 赔都赔死你 除了严巡军阀 他要赔死你 那第四个 他们只要发生事情 第一件事情 扣押财产 但是台湾呢 台湾只不过是美国的一个州嘛 但是我们想想看 有中央政府 那有地方政府 好 你说我的抽验人员784名 美国FDA多少 1800啊 哇 这么多 1800 我们是784 美国人口3亿啊 台湾2300万 比例上 我们的人都比美国多啊 比例上喔 但是我们的人都在干嘛 打疫苗啦 因为我们的杂事太多了 我们杂事太多了嘛 所以各地方的卫生福利机构 请问他们能做什么事 好 卫生福利机构 大部分都是女孩子在那个做 不像美国FDA 它有执法的权利喔 台湾都是女孩子 女孩子我告诉你 我跑过新闻 那我亲眼看到 发生地就在中和 他去抽验一个什么 什么干啊 就是密件工厂喔 那我还不是讲那个这个 他抽验密件工厂 密件工厂 人把他关起来 说那你不要出来 他对执法人员可以这样子做的喔 然后两个小时以后出来 他说告诉你喔 那你没有资格管我喔 那就摆明就是恐吓警告 他说你不准再给我查下去 你如果再给我抽验下去 我就要你好看 因为他没有执法权 他必须要从检察官或者警察陪他来 但是我必须我要这样讲 像大头高正丽这种人 相关查验人员叫他 四次你把配方交出来 他就着不交 还把人把它关在厂房里面 这个东西像话吗 所以我觉得今天台湾就是太重容 这些食品商 如果说这些食品商 你再不用一些方法去叫他 好好的手法 我相信这些事件在台湾 会层出不穷 这个时候卫生福利部 你拿出破例来 不要跟我说修法 看看美国看看加拿大看看香港 看看新加坡 他们怎么管理这些事情 你来说服老百姓 让老百姓吃得安心 卫福部的部长 他邱文达 他只能很无奈的说 这商人怎么那么黑心啊 你不觉得实在很伤心啊 因为我们的官员 根本管不了这些厂商 但是这次在高正丽 这个大桶黑心油事件当中 其实因为有两个大关键 这两个大关键 才破了这个案子 要不然 我们现在还继续在吃 那黑心油味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